作为华人世界最知名也最具争议的作家李敖突然逝世 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和讨论 同时也让李敖的好朋友也是他台大穷学时期的室友孙殷善相当不舍 现在借由东三新闻的镜头特别来分享李敖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起来看东三新闻记者杨平俊的采访报道 一张张珍贵照片全都是首次对外公布 身为李敖的挚友已过冒蝶之年的孙殷善 和李敖一起经历过那一段最贫穷落魄的时光 而在那个患难与共的大学时代 两位正值青葱岁月的少年遭遇中下深厚的友谊 台大毕业时候他的照片送给我的照片 他不用学字冒 他写了几句话 他说记忆里过去的三年 我的一切都没有了都不属于我了 但是在记忆里 你我一定留着回忆给英善 有情有义 一直跟着我好多年 我选总统都在带着 戴刀进入国会问证 李敖一点都没在怕 他在文人 作家以及政客之间任意游走 而在当年就读台大时 李敖的疯狂行径 让身为室友的孙英善至今印象深刻 台湾白色恐怖 最恐怖的是抓匪谍的事件 但是他早上请来以后 第一句话 达到两件事 我是忠诚的国民党 国民党给我讲过 他说你们房间里面有反动的口号 我说什么反动 大家不平嘛 不平则明嘛 而回顾李敖风流不羁的一生 从家中挂着莫文蔚的裸照 到个人著作《快宜恩仇录》里 对于情爱的大胆描述 李敖西向鸦皮的形象 可谓深入人心 他给写的 他说迎战清赏 他说黄色砍雾 要限制阅读 他从来都不震惊 喜欢开玩笑 拿出1999年 回台湾时与李敖的合照 孙英善一夕记得 当年是在李敖的帮助下 才凑齐来美留学的经费 有钱有益的性格 更因为一本胡适文选 让李敖成了胡适的超级粉丝 在台大宿舍 他的赚钱之一 就是写文章 任何人写有关胡适的文章 他都要写文骂 你写的不对 如何如何 这一骂有稿费 你杨先生写一篇文章 关胡适他可以赚两份钱 赚了很多稿费 所以这文采很好 而面对闹得沸沸扬扬的 包养令争议 尽管李敖家人早已婉拒 身为好友的孙英善 仍有话要说 我认为政客如蔡英文 很容易很会打顺风车 很容易捡便宜 把李敖这个活偶像拿着利用 那你从前他倒霉的时候 你无论不敢讲话 我把我被查进的书 书名 出版年月 被查进的号码 被查进的罪状 一类的个表 你们看看这个表 被查进的表 这个多长 你们看 而放眼李敖的大路行 则成为他一生中 最重要的里程碑 在内地举办演讲 李敖同样自信满满 被老友笑称是 在摸老虎屁股的李敖 犀利直接的作风 一针见血的风格 也正是广大读者 喜爱他的原因 执政者讲什么 我也要讲反的 他就是他的性格 你叫他去 风银什么人 恭维什么 他不能做 国民党的独裁也好 民意党的台独也好 对中国 对大陆 有点怕 并不因为我参谋参加 他不会当选 因为他是政治人物 他跑得太快了 太高了 别人跟不上 他会落选 生前曾对着东森镜头 侃侃而谈的李敖 而现在则换成了 孙一善来谈这位固友 尽管他们对于 政党的观点 有着天壤之别 孙一善仍要借着东森新闻的镜头 追忆故人 跟分享他们的相处之道 不能舍利政治信仰 不要舍利 男女关系 不要舍利 生活习惯 我对李敖 这种特立独行 我非常的敬佩 今天 我们给李敖 从那时候那么穷 能够混碗饭吃 能够有今天 我们所坚持的就是这个信仰 一代狂人李敖 潇洒地离去 外界或包或扁的评论 早已不再重要 李敖敢于真实表达 敢说敢做的个性 一定会被这个时代记住 李敖的一生就是狂 东森新闻 李宗耀 杨平俊 洛杉矶裁判报导 李敖